东汉末年分三国 说到三国当中最著名的军师组合 恐怕就是卧龙凤厨了 我们都知道诸葛亮号卧龙先生 是刘备三顾茅鲁才请出山的奇人 更是写下让人潸然泪下的出事表 在纷乱的三国中 这样一位人物已经不可多得 然而还有一位才能不下于卧龙先生的人物 他就是与诸葛亮齐名的凤厨先生 庞统曾经也在刘备手下任职 说起来和诸葛亮还是同事呢 不过在我们的记忆中 庞统显然没有诸葛亮受欢迎 这是因为庞统因为一件事 看清刘备的真面目 导致君臣之心分离 念及旧情想要提醒好友 好友却始终不得起义 最终双双引来杀神之祸 人不可貌相的凤厨先生 作为能和诸葛亮齐名的谋士 庞统的才华和见识并不输于任何人 唯一差人一点的就是样貌了 三国志 蜀叔 庞统传中说 少是普顿 未有使者 可见庞统的样貌并没有诸葛亮长的俊朗 虽然在三国并不是一个看重样貌的时期 但实际上庞统这匹千里马 也为自己的面貌始终无法遇到伯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得到重用 更是没有寻到明主加以辅佐 庞统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从小就展示出了过人的智慧 尤其是年少时 拜会司马辉而得到极高的赞赏 也为在当时司马辉是赫赫有名的大佬 能得到大佬赏识的自然也不是泛泛之位 据说两人一见如故 庞统不仅一眼看穿天下的形式 更是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让司马辉大感欣慰 给出了南州市之冠冕的赞叹 也是通过这件事 一向因为自己的样貌而不得知的庞统 受到了很多文人的结交之意 就这样大名慢慢传到了刘备的耳朵里 再加上当时诸葛亮等一众人的引荐 其貌不扬的庞统 才找到可以辅佐的君主 在刘备的帐下任军师钟郎将一职 这个时候的卧龙 奉处两位奇人就正式成为了同事 共同辅佐刘备 庞统后来也因为极好的变才和智谋 为刘备分析局势 护他周全 真正地向世人展示了奉处之才 那为何受到重用的庞统 却突然和刘备翻脸呢 这还要从一周之战一时说起 从小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庞统 自然想让自己的主公以仁义之天下 在这个动不动就杀的血流成河的乱世中 这样的君主简直就是百里挑一 庞统始终没能找到 所以才终日不得知 就在这个时候 刘备的出现给庞统带来了曙光 刘备作为汉室皇朝的子嗣 征战天下是为了拿回自己的应得的 而且在战争之后 刘备不仅不滥杀无辜 反而优待城中的老百姓 恰逢刘备向自己表达善意 这更加坚定了庞统用心辅佐的想法 但很快庞统就发现 刘备似乎也并不是人们口中的人词君主 这让他有一种所托非人的感觉 因为天下纷争 刘备对义周是在必得 然而当时义周的主人是刘备的族兄刘张 此人虽然没有大的功绩 但胜在爱戴子民 如果一味的强攻 不仅破坏了兄弟之情 更是加深了对城中百姓的灾难 就在刘备纠结的时候 庞统说一周物资丰富 人口很多 是作为大本营之一的绝佳之地 实在不行就挟持刘张 一周必须要掌握在手里 然而刘备觉得自己家大业大 干这种事太丢脸 于是就拒绝了庞统的建议 但是战场的机会转瞬即逝 过了一年多 庞统再次向刘备献上三条计策 第一条是带兵偷袭 第二条就是假借荆州有难 成一周的兵马送行时包围起来 第三则是循序渐进地拿下一周 刘备思前想后决定取用中间这条计谋 虽然有些小人行为 但是能轻易拿下一周这一块宝地 简直是赚大了 事实果然如此 刘备在很短时间内 就拿下了一周 以势如破竹的状态 收获了一城之地 然而就在举行庆功宴的时候 刘备的一句话 却让庞统大为震惊 也让庞统认清了现实 只见刘备在宴会上说 今日之会 可谓乐乎 庞统听罢反击到乏人之国 而以为乐 非人者之兵也 庞统认为 战争本来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不管是以什么样的计谋 拿下一周 受苦难的始终是老百姓 实在是不能当作一件高兴的事 大肆宣扬 所以就用这句话来嘲讽刘备 刘备很生气 便以武王伐咒 先歌后舞 难道也不是人者之兵的说法 让庞统离开 于是庞统便拂袖而去 庞统说这句话的时候 坐在旁边的魏妍也听得清清楚楚 但魏妍并没有那么多的心思 只当是二人闹得不愉快 便急忙为庞统求请 第二天 刘备久醒 觉得昨天做得有些过分 加上魏妍在一旁为庞统说好话 便向庞统认真道歉 庞统也不计前嫌 两人继续以君臣之力 饮酒作乐 魏妍见此就放心了下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在之后的一场战役中 庞统不幸被乱剑射死葬于落凤坡 享年三十六岁 凤楚先生自此消失在历史中 现如今我们会发现 庞统是一个极具智慧的人 拥有冷静的心思的他 应该不会当众让刘备没面子 但实际上他就是干了这件事 那为何庞统会无缘无故地讽刺刘备呢 一来就是感觉刘备表里不一 不是真正的仁慈之人 二来很显然这句话是说给旁边的魏妍听的 让他能够明白 刘备实际上是打着匡扶害事的口号 来完成自己的霸业 想让魏妍有个充足的心理准备 让他明白半君如半虎的道理 万一将来刘备翻脸 也好有保命的机会 因为庞统和魏妍是很好的朋友 魏妍的性格会吃很多暗亏 如果不小心一点 很容易落人把柄 所以才用这种方法来提醒魏妍 但是庞统显然高顾了魏妍的心思 当初离开宴会时递给他隐晦不定的眼神 魏妍也并没有当作一回事 否则魏妍最后也不会落得个身死盗消的局面 回顾庞统的一生 他不仅有着绝世的才华 以及奉处的美名 更是做到一个谋事的责任 然而就是因为足够的才华 让他能轻易看清楚很多事情的局面 让他在魂恶的世界里活得过于清醒 然而在清醒的庞统 也始终无法彻底脱离深四海的观察 更何况是一向不拘小节的魏妍呢 看得太清和 看不太清都会招来火端 让两人都难逃云命 只能说一句 哪怕遇到再好说话的主公 也始终君臣有别 君王的心思不必看得太净